周深现场清唱 很高兴遇见你 视频开始前 先说个好消息 2024年开年以来 自周深的新歌 福光小美满 单平台收藏量 先后突破100万后 他与张叶曾在专案上演唱的 红歌《灯火里的中国》 收藏量已破100万了 这三首歌曲均是大爆的歌曲 而作为红歌的《灯火里的中国》 也达到百万收藏 着实让人惊叹 除了大雨外 周深爆火的歌曲越来越多 昨晚的《王者荣耀》 首届电竞全明星赛 新春赛直播 大家看了吗 回顾一下尖丝眼镜周深 来大饱演赋吧 一出场先来唱一段 很高兴遇见你 周深在昨晚 《王者荣耀》电竞全明星 新春赛直播中 金丝眼镜和黑西装造型 太帅了 请周深把金丝眼镜 焊在脸上吧 金丝眼镜一戴上 气质都变得不同了 真的很有八种的范儿啊 谁看了能不心动 26来了你知道吗 我吗 啊 他好紧张刚才 好好好 太明显了 我已经尽力了 技术就先 大家一起合个赢 我不冷啊 我真不冷 我都出了一身汗了 你的飞得有点破烦了哥 这是花旭 这是彩蛋 我们这是彩蛋彩蛋 让你飞我很快乐吧 周深找我聊天 我发微微信稍等一下啊 加入微信啊 聊聊一份的 马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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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真加我感动感动 加上偶像的明星 我不我我肯定开心啊 对不对 不会吧 我还在选英雄的界面 我现在非常好 现在在选英雄的界面 放天啊 是为了留我的留我的好名声吗 还没开局 被你们举发的不合适吧 最后发现人机打得比我好 哈哈哈哈 但这个密码我不知道是啥呀 这世界的纷纷扰扰与我不关 我还去逛街 现在战局很紧张啊 有没有人管管我 让我连网络不可用 我连不了我吧 这个太戏剧性了吧这个啊 是不是电脑在控制没事啊 在信息钱 电脑在控制 哦那可以的 我在保护你 那我在干嘛 你在 你也在推荐 我好勇猛啊 我这电脑 这电脑玩的好啊 别说这还真是还可以 这电脑 我这电脑所谓还可以的 你们什么意思 哈哈哈哈哈哈 我怎么说他玩的 对啊 我我甚至回 我甚至回来了 我回来了 你回来了 我们家家 我们正式抱歉 哎 我回来 我回来 哈哈哈 哇 你拿了个头 真是漂亮 真是你 孙孙你回来一秒钟 就拿了个人头 这把你没错 我真的 机率爆炸 这把只能说 这个人头算我的 其他都不算我的 哈哈哈 我玩谁啊 还是我都 都可以啊 我玩哪个位置 你想玩什么玩头 好 要不你们先选 没啥 你先 你安起来 好安起来好 我虽然成绩不太好 但跟我也没关系 26日 国家广电总局 信息中心官威 视听中国 艾特周深 发文转发了周深首唱 热辣滚烫陪伴曲 小美满的舞台 并称赞周深每一个音符 都跳跃着生命的力量 温暖而激昂 同日 央视军事官威 以周深小美满做BGM 发了一则 边疆军人的感人视频 周深小美满 火热程度不减反增 俨然成了各大主流媒体 美好主题视频的首选BGM 小美满在22日收藏破百万后 更以98.86的最高新歌综合得分 成为游你榜2024年第八期冠军 也就是周深在游你榜的第五十次夺冠 小美满也成为2024年目前得分 Top 1歌手 同时也成为游你榜第二首拿下当期 全部五个单维度Top 1的歌曲 另外小美满也成为华语音乐 打歌中心第117推荐新歌 评价说温暖精快的曲调 搭配周深轻盈的演唱 传递出简单日常的美好 再次恭喜周深 不知道小美满这首歌 能不能打破花开忘忧的各项记录 目前花开忘忧已经在榜77周 位于在榜最久歌曲Top 1 一起努力一起期待吧 作为新生代实力唱将 周深早已凭借其拙劣的唱功 和深情的嗓音征服了无数观众的心 他不仅在各大重要场合屡获佳绩 更是凭借着对音乐的执着与热爱 赢得了无数粉丝的支持与喜爱 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如周深这样 真诚细腻的音乐人才 为广大歌迷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好哈喽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祝大家元宵节快乐春节快乐 我们坐下聊吧 坐下聊 给买走位了 闪现了过去再撤回 没有什么用 走位再走回来 就是底下观众说他为什么要随着周深老师转一个穿 有美好把周深老师环绕了 包围住因为今天环元嘛 是好 那你那个圆你只画了半圆 还有这半圆 我们凭你一起画完 好 对因为包括周深老师今天演唱的歌曲也叫做小美满 对 还有热辣滚烫的陪伴曲 对对对对 看你在微博上其实有长文分享自己演唱这首歌的感受 对 那今天的演绎有没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有因为这首歌 我觉得跟热辣滚烫一样 就是一直在提醒大家一定要好好的自己爱自己 对 这件事情会更重要 因为很多时候可能大家会有一些可能比较类似像性格敏感的人啊 或者很多时候会过于的照顾整个大环境的一个情况 会觉得会让自己很多时候会很多憋屈 那我觉得这个电影和这个歌就是不停的提醒大家 一定要好好的爱自己 因为我们自己好好的爱自己的时候 让自己会变得更值得被爱 所以整个世界都会变得更美好 也不要忘记身边所有这些小美满吧 所以今天唱的时候我还挺感动的 包括看完电影之后会更感动 对 电影的画面会在脑海当中浮现 对 因为小美满这首歌在电影当中有第二次出现的时候 是乐盈在打拳击的时候 有个纯钢琴曲 我在想 这首歌它的内核小伤感的部分终于被体现出来了 因为大家初听这首歌会觉得是很甜很轻松 但它的内核其实是有一点点 当钢琴的伴奏响起来的时候 对有一点点难过 所以最后就是无论怎么样我觉得我们自己去陪伴好自己也可以把所有的世界变得更美好 我觉得也可以变得更美好 每个人都会经历快乐经历难过 但是今天在我们这个直播间我们只有快乐 只有快乐 只有快乐 从哪里去 从哪里去 周深老师来了 对 我负责的是快乐 在之前的采访中有看到你说过年的计划是躺吃睡 躺吃休 躺吃休 对 那你这个计划完成得怎么样 对有实现吗 有 有好好的躺着休息了 然后吃呢也有往外面走了一下 不能光靠家里吃 我爸爸的厨艺有些 就也吃了很多自己一直很想吃的小吃 对 然后我觉得还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假期过程 那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庆祝新年的方式吗 这个其实很难 你们有什么特别的庆祝新年的方式 那当然是看春晚了 对 那当然是看我们的奖祖喜乐会 并且观看我们的喜乐直播间 对 并且听我们周深老师唱小美满 周深还有唱第二首歌呢 《璀璨冒险人》 可是我们有另一位主持人刚刚到是 全能是吧 不好意思来晚了一点点 来晚了一点 我们是喜乐周深的主持人 好了好了就这样吧 嗯